- 歡迎來到Heeper Table 我是Eva 又到了每週的14新聞時間 在影片開始之前記得按右下角訂閱我們 或是開啟小鈴鐺讓你不錯過任何K-POP訊息喔 Irene不要罵設計師20分鐘完美人設崩壞 前幾天因為資深的設計師在IG上PO文 表示在工作時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 大致幫大家翻譯一下內容 他說到他第一次體驗到了被人狠狠踩在腳底的感覺 早在見到這個人之前就聽聞他很多傳聞 但沒想到今天還是被盯上 整整在化妝間裡被罵了將近20分鐘 他只說這個人是戴著微笑面具的人偶 目中無人的人 而他也因為有了心理準備所以偷偷錄音 並表示將會展開一連串的包袱 由於這個設計師在文末加上了兩個標籤 然後又把之前稱讚Irene的PO文跟內容刪除 而且這篇文有許多之前跟紅貝貝合作過的工作人員都有按讚 讓許多網友推測這位設計師暗示的耍大排藝人就是Irene 就在不到一天的時間22號晚上Irene就在IG上PO文道歉 並承認他就是文章中的主角 而SN也同時發出聲明 Irene在下午已經親自跟照行師見面 並對不當的態度與情緒化的言行 讓對方不舒服對對方致歉 感到非常的抱歉 作為經濟公司也有責任 以後不會讓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 再度向大眾道歉 但是許多韓國網友對Irene的道歉並不買單 紛紛表示 罵別人20分鐘就用這麼簡單致式的道歉聲明嗎 消失在演藝圈電視上吧 看到就噁心 怎麼不順便發退團聲明呢 對Irene太失望了 希望反省過後真的能好好做人 在一片反Irene的罵聲中 還是有其他造型師跳出來為Irene說話 其中一位造型師表示 只是藝人向造型師提出意見 就需要加上欺凌這種強烈的框架嗎 我做過編輯 娱樂公司職員 造型師等等 經歷過許多職業工作 我認識的Irene只是清楚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並可以準確表達意見而已 我不僅一次都沒有感受過被欺壓 而且始終對於她對周遭的人們 表達感謝的心意和悉心的模樣感到感動 這樣子的她一瞬間就變為欺凌工作人員的事件主人公 對此我感到十分的惶恐 而另一位造型師則說 事情都是有一體兩面的 Irene在工作上是值得信賴的隊長 有義氣的同事 但未來卻只會被霸凌偶像的標籤佔據頭版 她跟Irene合作了很長一段時間 她並沒有像網路傳聞的一樣不堪 許多長期跟Irene共事的工作人員 包括她自己 對於目前的獵巫狀況都感到十分遺憾 但她還是希望大眾了解 事實並非所有人想像的那麼可怕 其實我自己看到這則新聞的時候非常震驚 然後我有看到一個網友推斷說 為什麼Irene可能會生氣的一場表演 因為她在表演上台前臨時被換了兩次服裝 Irene上台後她的發射器一下子就掉下來 因為可能沒有縫好的關係 所以他們就推斷 這可能就是為什麼Irene會暴怒 然後跟工作人員在後台爭吵的原因 但是我覺得無論到底是什麼原因 只要有人罵人 然後有人受傷就是要好好的道歉 然後因為錄音檔沒有真的公布出來 所以我覺得粉絲啊網友也不用去腦補想說 到底實際上她到底是罵多兇 或者是狀況到底是怎麼樣 因為真正的事實只有當事人才會了解 然後因為我現在有發現 很多網友在網路上都開始找一些以前的片段 去猜測說會不會Irene都是在欺負成員們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沒有必要的猜測 因為他們之間的好感情真的是言不出來的 我自己看我還是覺得他們感情就是很好 我覺得Irene未來會有一段非常艱難的路要走 那至於她到底是怎樣的人的話 其實時間會證明一切 然後希望她真的可以 像她所說成為更好的人 大家無論你喜歡或不喜歡她 我覺得都不要在網路上留下很可怕的那些留言 去酸她或罵她 以上就是我對於這件事情的看法 其實我一開始看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我自己是覺得蠻無語的 因為其實很明顯一開始他們在開場跳舞的時候 那一看就知道是節目組已經安排好 然後她也跟成員們一起排練 然後明明畫面看起來就很可愛 然後像是第二個橋段 如果有在看Ronnie Mann的粉絲的話 就會知道那其實只是節目效果而已 而且基數就是被踢到了以後 她的表情完全沒有變 然後她也是笑得很開心 她的IG上面等於是分成兩派 一派是Blink 然後一派是Ronnie Mann的粉絲 然後只是因為他們留言的內容都很像 所以會看起來好像全部都是Blink 可是你點進去他們頭像 就會發現其實有一些是Ronnie Mann的粉絲 本身很不爽全昭明 所以一起下來罵 然後等於像是為來賓出氣的感覺 然後大家就會看這個時候 就會覺得說 Blink怎麼都瘋狂的在罵全昭明這樣子 但我自己覺得啊 無論是Blink或者是Ronnie Mann的粉絲 都不該去做這種罵來賓跟主持人的行為 因為你去罵她完全就是一個自爽而已 如果你真的覺得對於節目的內容有問題的話 最實際的就是去跟製作單位講 去給他們建議 最後你只是在照考驗而已耶 已經有那麼多的人 不要講藝人齁 我覺得有那麼多的人 因為網路上酸民而受傷 然後可能到最後發生一些不幸的事情 為什麼還要去做這種事情呢 而且我覺得這樣子其實對於 Blink本身也是一個非常傷的事情 因為之後跟他合作的藝人 應該壓力都會很大吧 很怕剛合作也會被罵 第二則 《退貨遠征隊》的新歌舞蹈被批超弱 專輯全額退款 尤炎正化李孝麗 Jesse 華沙組成的《退貨遠征隊》 因原因公布成績就非常好 出舞台的氣勢更是不用說超級強 但在表演結束後 卻有許多的網友不滿意 一直批評舞蹈太簡單 這個編舞是精力做了嗎 因為太熟悉 看到的時候還嚇了一跳 這個舞蹈根本就是健康操吧 這首編舞太讓人失望了 配不上歌曲的帥氣度 編舞服裝都非常糟糕呢 憤怒的粉絲甚至找上了編舞家Aiki 指責他毀掉這首歌 由於批評的留言真的太多了 讓Aiki罕見的回應 雖然跟姐姐們見面的時間很短 但這是一起努力的結果 可能不符合每個人的喜好 但還是希望大家說話能小心一點 後來Aiki也直接上傳了純舞蹈的版本 少了音樂節目的運鏡 展現了不一樣的帥氣感 讓許多的粉絲敲碗 期待退貨員針對 也能上傳他們的練習式版本 其實我覺得大家會這樣想 是因為他們對於退貨員針對的期望很高 因為其實像我自己一開始看到他們的舞台的時候 那時候會覺得說 怎麼跟我想像中一點不一樣 因為我會期待看到更帥氣的舞台 冷靜下來思考你就會搞懂 對啊怎麼可能會編那麼難的舞 因為他們等於這個團組起來 是跨了兩三代的女藝人 而且李孝麗跟嚴正化為了這個舞台 其實他們都是練到半夜才回家 然後尤其像嚴正化 因為他之前有動過生代的手術 所以其實醫生是說他沒有辦法再唱歌 他為了這個舞台真的是非常非常努力 而且是鼓足了勇氣才來表演的 大家不要再去批評說這個舞台到底有哪一筆做不夠好 不夠你們滿意 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 傳奇舞台 你們就欣賞就好了 你們齒聲有機會看到這四位女藝人 鬥成一個舞台表演 不就覺得應該要很開心很滿意 把她加入我的最愛 一看再看嗎 所以大家不要再批評了 就好好欣賞這個舞台就好了 第三則 中宣帳禮遭被嘲諷J-Pa也牽扯其中 近期K-8粉絲發現了一個拳擊的粉絲團 竟然用了中宣帳禮的畫面做成梗圖 嘲諷韓國拳擊手輸掉比賽 而在憤怒的粉絲抗議過後 這個粉絲團竟然又表示 他們收到了J-Pa的私訊 鼓勵他們的創作很幽默 是韓國的粉絲太敏感了 J-Pa看到資訊後馬上爆氣發文 如果你們了解我的為人 就知道那個IG秀出來的圖片是假的 他們是一群卑鄙的爛貨 因為我自己去看那個粉絲團 他們目前是還沒有把照片撤掉的狀態 然後因為外國人很喜歡開地獄梗的玩笑 所以他們在看K-pop粉絲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他們莫名其妙 為什麼那麼開不起玩笑 但是我覺得有在追K-pop的人 應該都知道 中宣過世這件事情 對於整個演藝圈粉絲藝人 其實都是傷害非常大很難過的一個事情 所以完全可以了解為什麼大家看到她的葬禮的照片 被拿出來開玩笑會這麼難過 反應這麼大 就是明明有那麼多的照片可以使用 為什麼你要用她的葬禮呢 你們覺得呢 第四則 《莉亞減肥前的照片公開》 粉絲驚呼也差太多了吧 一集的莉亞好身材非常有名 之前還因為太瘦被民集苦全要多吃一點 但近期韓國論壇上出現了一篇叫做 《莉亞減肥前的照片》 引起非常多的粉絲關注 照片裡的莉亞其實五官跟現在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差距 但是相較現在的又瘦又高身型 手臂跟臉頰都明顯比現在肉很多 網友看到莉亞瘦身前後的差距都超驚訝 還以為莉亞天生就是瘦子 這得靠多大毅力才會減到現在這麼瘦啊 莉亞現在變成我的人生目標了 我好想知道莉亞怎麼減肥的 真的是 就是從棉花糖女孩變成現在瘦到不行耶 她之前在餐桌上爬的那個畫面 瘦到爆炸我都超怕她爬一爬手斷掉 真的很瘦 莉亞現在要吃飯了 她真的超瘦 你們現在應該也覺得莉亞太瘦吧 以上就是本週的時事新聞 大家對於Blackpink上Running Man的爭議 有什麼想法嗎 都可以在留言區告訴我們喔 如果你喜歡今天影片的話 記得按右下角訂閱我們 或是去FB搜尋Tipper推播 也要記得訂閱我們的官方IG 還有個人IGAVAHOHO 我們下次見 掰掰 第三則 Shiny中炫葬禮罩被嘲諷 最怕也牽扯其中 牽扯其中 我講牽扯 牽扯其中 大家不會覺得這種香菱主播很可愛嗎 好可愛 來接下來繼續 真的嗎 我又不要重來一次 要 你先長過去好不好 好 先這樣 掰掰 掰掰 約定 掰掰 你下次錄完了片 我也覺得拿 沒關係了對不對 趕不趕 你現在是對不對 你趕不趕嗎 你先吃蛙 對不對 你趕不趕 那約什麼啊 好 好